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好久不见 首先要跟大家道个歉 因为之前承诺的视频一直拖到现在 其实是因为这几个月确实很忙 从春天一直忙到了秋天 然后原本很多计划都被这样搁置了 我很愧疚 毕竟陪安娜的时间少了很多 尽管她也没怎么埋怨我 之后的安排呢 我会尽可能的抽出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问答类的视频 我会挑出一些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 你们可以到我们的Instagram的账号下去留言 哦对了另外 最近我也开通了自己的Instagram账号 你们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当然最好是中文或者英文 之前提到 中国是父母热衷于给自己的子女相亲 但是介于时长 我并没有做特别详细的解释 我相信大家都看过《花木兰》 不同于迪士尼塑造的其他公主形象 木兰替父从军 抗击匈奴 保家卫国 俩然是一个英雄形象 这其实真的是取材于中国的一个民间故事 故事的背景大概是在公元400年左右 当时的生产力低下 常年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 另外需要科普一下 不同于游牧民族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耕大国 而牛作为一个传统的生产力工具 大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 所以在当时不要说吃牛肉 就是牛病死了也会受到重罚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习惯吃猪肉多一些的原因之一 回到刚刚的问题上 人口是生产和军事的基础 也正是因为这些种种的原因 所以当时的国家是非常鼓励早婚早遇 那么现在的婚姻观又是怎样的呢 这得从近60年说起 因为这段时间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先从我自己家说起 我的外公和外婆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结婚 当时处于新中国的建国初期 所以很多人始终保留着上千年的传统观念 家人介绍 早婚早遇 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我的父母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结婚 当时正经历着中国改革开放时期 随着一些新思想和一些新观念的涌入 婚遇的年龄往后推迟了一些 而且当时的人们也慢慢接受自由恋爱 或者是通过亲友去介绍 到了我们这一代 自由恋爱就成了主流 比如我和安娜 当然还是有一小部分人 还是可以接受通过相亲的方式去认识对方 为什么婚姻观会有这样阶段性的变化呢 我也总结出了一些具体的原因 1.随着物质水平和精神需求的提高 新生代的年轻人不再认为婚姻是必需品 2.女人的独立性增强 慢慢的有了一些生活上的规划 经济上的对男性的依赖也有所降低 3.婚姻成本激增 房价包括抚养子女的费用 4.老龄化现象愈发严重 4.试婚人群在减少 5.过度的网络占据了我们的情感生活 好了 这就是我总结出来的原因 当然你要是有不同的看法呢 可以留言给我们一起参与讨论 好久没有录视频 所以一时半会都找不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所以今天的视频可能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还请大家见谅 我会慢慢调整自己的 好了不管怎么样 谢谢大家一直支持我们 然后我们会争取做出更多比较好的视频给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